台北市文华曾被中央说是疫情破口 尽管后来前指挥官陈时中道歉 而环南市场自治会长林沈东却表示 这就像先揍你再道歉一样不能够接受 但陈时中却回应 有痛可以跟他说也再度引发争议 武党及台北市长参选黄珊珊 今天上午也来到文华区的西宁市场拜票 痛批陈时中装睡的人叫不醒 要选市长才来道歉 而国民党参选蒋王安也加码在哄 没有同理心 贪商送上凤梨宝子替黄珊珊选情 献上祝福 万华和黄珊珊的好交情 这揉奸小动作就知道 两年疫情让黄珊珊和万华人打下身后友谊 但近来环南市场自治会长林沈东表态 不接受陈时中道歉 但阿中一句有痛跟他说 却再度引发争议 万华人的痛早就已经说 敲锣打鼓的说 那甚至翻桌子的说 拍桌子的说 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见过 所以装睡的人叫不醒 直到要参选了才来说 有痛跟他说 这件事情现在来说嘴 万华人其实并没有忘记 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 那我想这个话题就到这里 我还是强调从来没有攻击的意思 受访刻意淡化议题 陈时中恰好和黄珊珊同一天回防万华市场 两人距离仅仅一公里多 但蓝白阵营依旧紧抓万华人 曾经被说疫情破口议题 受过的伤还没痊愈 向来是民进党大票昌 万华区却因为中央高官过去言论 产生微妙变化 绿营试图止血修补 但能否收到效果 选战最后一个多月 依旧变数不断 就是我们的高子谣 台湖道